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找Image of a rotation 它说它Center是在3E 你就插在3E 然后它接着你就 呃 开到它给你的那个P点 然后你直接转一圈 ok 然后这个是Center在2E 你开到2E 然后接着你开到这一边 哎呦 开到2E 然后你在这一边你就 这一个到它的那个原本的点 转一圈 然后你插在Center-0 然后去到它给的那个点 ok 是在这一边这样 ok 去到它给的这个点 这一边 这一边 这一个 然后你转一圈这样 ok 然后接着呢 你就是说你 要找它的Image的时候呢 很简单的 你插在它的圆形 插在它的Location的圆形 你开到你原本的object 转一圈 插在圆形 object 转一圈 插在圆形 object 转一圈 接着呢下一个步骤呢 你就画一个十字架 你的那个十字架呢 就是你从你的那个原本的 来到你的那个Center 然后就是你原本的来到你的Center 原本的来到你的Center 就你object去到Center 这样的情况之下 后面的那一边呢 就是你的那个180度的 然后这个是你180度 这个是你180度 可是我现在要的是90度啊 90度你就是这个十字架 这一边这样 这一个十字架 来到这一边十字架 然后你这边这样 这一个十字架 然后你的这个十字架 你可以怎样画呢 你看这边是六个 呃 下来这一边这样 ok 这一个 这一个 这样 哎不是我 他应该用错了 你的那个十字架 你怎样画呢 你用指 ok 你用指 你的指呢 你这边这样转 ok 转 转到让它呢 跟下面的 就是说你的这一个 这一条线 跟下面那条线 是 呃 平行这样的 ok 就是说它重叠上来是平行的 这样 ok 啊 然后你就这样画上来 这样这个就是它90度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当你做了这样的东西之后 ok 我的这一个 当你做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这一边 你这一边 你这一个就是它90度 顺时 这一个就是它90度 逆时 然后这一个呢 它原本在这一边 R在这一边 90度了 在90度 百八度 这一边 好 好 来我们 继续看下面的 这一个 example 所以 你看它的这个 是-6-2 -6-2 -6-2 是在这一边 我的原型是在 这个-6-2 来等一下 我先把它的这些原型 写上来 打一个插线 -6-2 -6-2 在这一边 2-1 2-1 3-1 在这一边 然后 3-0 3-0 在这一边 这样 所以我插在 圆星 这一边 然后 我开到 哎呦 等一下 我开到我要的这个点 OK 我开到我要的这个点 然后画圆圈 这样 等一下 有点 不大准 他应该来到这一边 OK 这一个 要准准的 OK好 你插在圆星 开到P 转一圈 插在圆星 开到Q 然后 转一圈 插在圆星 呃 啊 插在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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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到R 转一圈 OK 好 接着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你拿那个 什么 你用圆星借到他的点 这一边 OK 圆形接到它的点 这一边 就圆形接到你原本的object 这一边 这一个是百八度 这一个 这一边我原本的q来到这一边 这是百八度 原本的这一个来到这一边 这样 是百八度 然后接着我要的是 那个90度嘛 所以像我之前讲的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这一个 转到跟它重叠 这样重叠 这个重叠了 OK 是吗 是重叠了 其实我的这一个应该是 一二三四五六 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 有一格在这边 它应该是在这一边 对 好 它就是在这一边这样 OK 给它 它的这一颗笔我换成这样 它在这一边 你就这一个重叠90度 十四架打下来 然后这一个呢 就这样 也是一样 你就是你的扯的这一条线跟它重叠了 这样扯的这条线跟它重叠了 然后这个就是它90度了 就是这样 这边 这样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的这一个呢 就是你的90度 顺时 来到这一边 你的这一个是 一二三三格 一二三四五六六格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 所以它的答案是在这一边 OK 这个的答案是 额 零一 OK 然后这个是anti-clockwise逆时 逆时 来到这一边 90度逆时 所以它来到这一个点 那这一边六格 一格 一格 六格 二四六 来到这一边 这个是 三五 这边是三五 这个是 零 一 然后这一边呢 这一个 就不用画了 它直接后面这边 你就好像两个translation这样 你来到原型这边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所以它来到这一边 这个就是你的R' 然后这个R' 就是八 减三 这样 OK 好 零一 三五 八减三 零一三五 八减三 来我们看一家 它的这一个 零一 这一边 这一个是零一 三五 然后八 减三 三零 这个是我的center 这个是我的r' 然后这个是 减二 减一 二 减一 在这一边 然后这个是减六 减二 在这一边 OK好 来 你要知道你准不准的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用长方格的方法 你看这一边 它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你这个长方形呢 你再画多一次长方形 在这一边 你90度顺时这一边 然后你来到这一边 你看这个长方形变成这个长方形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你的原本的长方形 然后你的这个长方形 哎 好 应该刚刚先画去Q的那边的长方形 你看就来到这一边 然后你的这一个 这个其实 这个是同样的长方形 不用转 直接这样 然后你在这一边 这个是长方形法 OK 长方形法 这个是我的朋友教我的 长方形法 这边这样 长方形 好 所以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90度 90度 180度 然后你的这一个 就横12345 123 12345 123 横三直 横五直三 横五直三 这一个呢 我这一边原本来这一边的时候是横123456 直一 横一 123456 横一直六 横六直一 这一个我原本来这一边的时候横三直 123456 OK 然后它变成横六 123456 直三 对横变直直变横 横方形法 不过这么多方法呢 我自己本身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就是直接插在圆形 开到你的object 转一个圆圈 画一个十四架 然后有时候呢 甚至是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啦 我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的 这时候我没有圆轨 然后我要用来算 我也是可以的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这样 减五一 减五 减五一 是在这一边 然后你看这一边 它就横 1234 123 1234 123 123 这一边 然后它在这一边呢 它就是 横三 横四直三 变横三直四 1234 然后还有这一边横三直四 1234 来到这一边 然后我就画一个圆圈这样 OK 这个就有点很勉强了 这这一个 这一个我现在做的事情 有点勉强 呃 是非常勉强 这样 OK 然后它经过这一边 就经过这一边 啊 然后你又可以看到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现在是要90度 瞬时 所以是这一边 来这一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一边 它是1234 123 123 1234 我拿到的点会是等于减八 五 然后可是你看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还是用回我的这一个 呃 这一边 我用回我原本的方法吧 OK 我用回我原本的方法 我原本的方法的话呢 哎呦 我原本的方法的话呢 是在这一边 OK 我拿这个 等一下 我先画它的那个圆形在哪里 减一 减一五 减五 一 在这一边 减三 二 减三 二 在这一边 五一 五一 在这一边 所以我 插在圆形 开到 P 转一圈 插在圆形 然后开到Q 开到Q 开到Q 转一圈 插在圆形 开到R OK 开到R 转一圈 哎 转一圈 这样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一边 嗯 来 这样 连接起来 这一格 有画错吗 OK 他这一边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一格 两格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一格 两格 所以他的这一个呢 他应该是在这一边 他应该是 0 减 1 OK 然后 我的这一个 我的这一边 我拿 我的点 跟圆形 交界 然后 我的点 跟圆形 交界 接着我要找垂直 你这一边 12345 12345 12 12 12345 这一边 这样 这个 这样 这个其实是垂直 啊 我这一边 他这一个 12345 123 然后我在这一边 123 1234 这个 来到这一边 这样 OK 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嘛 我拿我的这一个 是 然后放到跟他垂直的 然后在这一边这样 画一下 现在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就可以拿到 他的这一个是在哪里 他的这一个是在这一边 他要的是90度 顺时 所以90度 顺时 他来到这一边 这个是减8 5 减8 5 然后这一个呢 他是90度 逆时 所以他来到这一个是 减5 减3 这个是0 减1 减8 5 减5 减3 0减1 减8 5 减8 5 然后 减5 减5 减3 减5 减3 然后 0减1 然后 我这个是5 1 5 1 在这一边 减3 2 减3 2 在这一边 所以用我刚刚讲的那个格子吧 这个是我的格子 然后转逆时 来到这一边 减3 2 这个是减3 2 等一下 我弄错了 我的减3 2 其实在这一边 减3 2 其实在这一边 ok 所以有格子版是在这边 所以你原型一弄错诶 整个就 错了 ok 然后 你看这个格子 跟这个格子是一样的 然后这两个格子是一样的 ok 然后你这边这样连接起来 那这个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90度 历史 ok 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我用格子的方法的话呢 是这一边 然后我的这个格子 我再转90度顺时 来到这一边 来到这一边格子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一个 这一边来到这一边 这边来到这一边 所以它是90度 顺时 好 来我们 再看多三个例子 这一边 这一个 好 所以同样的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先换上它的 -22 是它的原型 -22 是它的原型 12 12 12 是它的原型 11 11 是它的原型 所以我在这一边 -22 我开了 然后 我就 来到这一边 这样 ok 这一个 这一边 然后 哎呦呦 擦在这一边 来到我的Q 转一下 然后擦在这一边 开到我的Q 然后 转一下 擦在我的这一边 开到我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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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在这一边 对 开到我的R 转一下 OK 然后接着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 画直线 在这一边 OK 画直线 这样 画直线 画直线 然后画直线 然后 它的那个 是垂直 我就不要放垂直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5 横变直直 变横 所以这边 1 2 3 4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4 OK 这一个其实就是我的这一个垂直的地方这样 这一边这个是垂直的地方 这边 你的这一边 他垂直的地方 OK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 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在这一边 90度 顺时 来到这一个 这一个是 减8 减2 这一边呢 这一个90度 顺时 所以他这一个来到的是 5 减3 然后 这个是百8度 顺时逆时都好 所以他来到的是 这个是 3 4 3 4 3 所以他在这一边这个是 3 4 这一边这个是 3 4 OK 对吗 刚刚这个是 3 4 6 3 4 弄错了 他是 3 4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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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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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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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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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多一次 然后它是90度逆时 转来这一边 这样对的 然后这个是这一边 然后它90度 瞬时 来到这一边 然后我们的 这一边的这一个 OK 拿这个橙色的 这样 这一边 连接 这一边 连接 直接 连接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一边 像横 横走 1234 直走 123456 46 变成123456 1234 这一边 它这一个 是横 245 直24 横 1234 直5 然后这一边 横 4 直3 横 4 直3 这样 OK 好 来 我们 结束前 再来看了一下 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有 录了 这一个影片的做法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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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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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